美国奥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周二发表的一份声明称 美国国防部部长埃劳德·奥斯汀 正在接受前列腺癌治疗 并患有并发症 导致他在今年1月1日 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声明透露 癌症是在12月初发现 12月22日 奥斯汀接受了微创手术来治疗癌症 1月1日 奥斯汀因并发症 包括恶心 臀部跟腹部腿部严重疼痛 而再次入院 并最终住进了ICU 声明称 奥斯汀被发现患有尿路感染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周二早上 才获悉奥斯汀患有前列腺癌 五角大楼花了三天时间 才向白宫和主要国防官员 通报了奥斯汀的住院情况 引发了外界批评 并引发了对这位军方首脑 如何在政府高级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 长期缺席职务的程序审查 我上官员不得派省 会面破砧车 我下官员不得派省 我们下官员不得派省 不得派省 在另一个更多的头上 其是 今天我应该和所有人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